接下来代表林彩英的质询 玉里正的玉城部落 有几位族人都到场来观看 林彩英她特别在质询前 将上个会期质询影片播放出来 因为她要继续上市议题 也就是争取玉城部落聚会所兴建时程 希望公所进度要再往前而不是闲置 接着第二场进行的是由代表林彩英的总质询 玉里正的玉城部落几位族人也来到现场观看 林彩英特地在质询前 将上个会期的质询影片播放出来 因为她要继续上市的议题 也就是争取玉城部落的聚会所 跳舞广场兴建时程 希望公所进度有再往前而不是闲置在那 你最起码动工的日期告诉他们 我不希望是说我到明年在动工 没有 我也是很感谢郑秘书 我想想跟他们建造 想说今年是不是可以动工 建筑已经下来了 是不是可以进 轻的话表示说你已经准备要动工 当周边的人想说 这边也差不多要做多功能的 把它挂了是不是 对 镇长蔡秋龙说 玉城聚会所目前已经取得合法建造 招标后六个月内都可以动工 你现在建造拿到手的话 在六个月以内都可以动工 甚至我们现在随时准备上网 上网公告招标以后就随时都可以动工 虽然时间慢了一点 我相信我们尽力了 镇长表示今年内一定会动工 蔡秋龙也感到很抱歉 但是一定会动工使用作为聚会所 另外代表还强调 目前聚会所地点附近脏乱不堪 会再请相关人员去清理干净 另外北平三明自强等三个部落的聚会所 也都在陆续进行规划聚会所的兴建 希望未来各部落的族人都能够来使用 记者高雙雙玉立正采放报道 此外对卫aste两个部落净 未来的经浓